嗨,大家好,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,我是爱你们的星星,今天接着给大家带来2001太空漫游下半部分的详细解读。 在这部分中我们将接触到现在炒得十分火热的人工智能,影片末尾更是对人类未来进行了大胆的设想,话不多说,先接着看片。 上集说到弗洛伊德博士前往月球,在那里见到了发出诡异声响的黑石,宇宙员在观测后发现,黑石发出的电磁波指向了木星附近的坐标点,于是人类派出任务团,开始了木星探索任务。 飞船上一共有五名宇航员,其中三人处于冬眠状态,醒着的鲍曼与普尔负责日常执行工作。 除了人类宇航员之外,飞船上还有一位重要成员,他就是整个飞船的控制系统哈尔九千。 哈尔不是简单的自动化机器,而是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。 除了让飞船各部分保持正常运转,哈尔还能陪宇航员聊天,下棋。 当鲍曼将自己的画作拿给他看时,哈尔不仅能准确识别图画中的人物,甚至能对鲍曼的绘画水平做出评价。 这样的表现让鲍曼觉得哈尔可能真的拥有了和人类一样的情感,只是我们无法对之做出验证。 这里其实提出了人工智能史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,机器是否能够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和情感? 科学家们发现他们无法从外部去证明机器意识的存在,因为意识和情感从来都是个体的主观体验。 那对于这个问题,我们只能选择置之不理吗? 最终,这个问题由人工智能之父图灵提出了一个暂时性的解决方案,这就是著名的图灵测试。 图灵测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 其实很简单,图灵假设将一个人和一台机器分别关进不同的房间里,由第三个参与者在房间外面提问。 如果提问者无法区分出谁是人类,谁是机器,那么我们就说这台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。 从影片中的表现来看,哈尔显然已经超出了图灵测试的水平,但是很快,这台强大的智能机器就开始展现出让人担忧的一面。 哈尔开始拿月球上关于黑石的秘文来试探豹曼是否知情。 豹曼没有正面回应,这时哈尔突然向豹曼发出预警。 飞船上的某个部位似乎出现了故障,72小时后将完全失效。 豹曼得知消息后,和同事普尔来到飞船外头,取出了受损的部件。 然而,当他们将部件带回飞船后,却并未从中检测出任何故障。 豹曼询问哈尔是否犯了某些错误,哈尔却坚持声称自己从未犯错,他有着百分百正确的完美记录。 要是出错,那一定是错在人类那里。 此时,豹曼开始对哈尔有所警觉,他假装要和普尔去维修C舱的送话器。 接着,两人来到C舱,关闭了那里的送话器,这样哈尔就无法听到两人的声音了。 两人上辆车后,决定关闭从未关闭过的哈尔,但是他们并不知道,他们的谈话全都被哈尔看在了眼里。 密谈过后,两人决定先将拆下的部件送回原地,普尔单独来到船外安装部件。 不料就在他靠近雷达的时候,驾驶舱却突然拉着他,飘向茫茫太空。 此时,影片变得悄然无声,我们突然意识到,看似空旷的太空原来是一个如此可怕的地方。 稍有不剩,我们可能就会成为一粒无法靠岸的太空尘埃。 飞船内的豹曼目睹了这一突发变故,他驾驶飞行舱将普尔给捞了回来。 然而,当他尝试回到飞船时,哈尔却关紧了舱门,而且拒绝执行豹曼的命令。 与此同时,飞船上处于冬眠状态的宇航员也被哈尔切断了供养。 豹曼询问哈尔为何违背命令,哈尔回答说,因为他知道豹曼和普尔要将他关闭,为了完成任务,他只能如此决策。 看到这里的时候,大家可能已经冒出了很多疑问,哈尔到底是如何得知豹曼要将他关闭的事情? 他口中的任务指的是什么?究竟是哈尔错了,还是人类错了? 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回答这几个问题。 首先是,哈尔是如何知道自己将被关闭的? 在电影中,库布里克通过几个唇语镜头告诉我们,哈尔是通过识别唇语来获得这一信息的。 这个设定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异想天开,甚至连亚斯科拉克都不相信这项技术会成为现实。 但事实是,科拉克错了。 今天,唇语识别已经成了机器视觉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,之所以将唇语识别拎出来说,并不单单只想告诉大家库布里克多么超前。 下面请跟着心情进入道,这项技术背后蕴含着的深刻哲学观念里头。 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德勒兹,他写过两本关于电影的理论著作。 在这本书中,德勒兹开篇立论,说电影首先不是一个艺术学问题,而是一个信息学问题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说,我们经常会高谈论阔,某某片子是神片,某某片子是烂片, 但其实我们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获取到影片的全部信息,因此根本就没有看懂电影。 所以对电影来说,首要的是我们从里面看到了多少东西, 比方说镜头里面这几个成语, 库布里克是否在里面藏了什么关键信息呢? 我们看懂这几个成语了吗? 反正哈尔士从里面读出了重要的信息, 这岂不是说人连机器都不如吗? 很抱歉,在某些特定的信息处理方面,人类确实不如机器。 从这一幕里面,我们还能看到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, 不同的感官知觉之间是可以互相划约的。 鲍娜和普尔是通过听觉来获取对方的谈话信息, 而哈尔却是通过视觉来获取同样的信息。 两者殊途同归,最终的结果都是获取了同样的信息。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问题, 哈尔口中的任务指的是什么? 他到底错了没有? 对于这一点,影片中的交代是比较隐晦的, 但是原著中交代的比较清晰, 实际上哈尔是接到了一条矛盾的指令, 一方面基地要求哈尔务必完成任务, 探测之前月球黑时发往木星的通讯坐标, 另一方面为了严格封锁消息, 基地又要求哈尔对船上的宇航员同样保密。 在这条矛盾的指令下, 哈尔尝试延缓任务进程, 最后在得知自己将要被关闭时, 哈尔选择了放弃人类,完成任务。 所以终究还是人类错了吗? 清晰以为这里其实有一语双关的意思, 错的不仅仅是人类, 同时也是机器, 因为它在矛盾的指令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, 这实际也是在警醒我们, 智能机器也是拥有着自己的价值观的。 发挥的有点多, 我们还是接着回到剧情, 鲍曼被哈尔关在了飞船外头, 但他并未就此放弃, 一番努力之后, 鲍曼通过紧急组个门成功进入了飞船。 回到飞船的鲍曼, 第一时间来到哈尔的中枢系统, 开始手动关闭哈尔, 随着不同的功能词盘被一个个取出, 哈尔为自己唱起了最后的晚歌。 这首名为戴希的歌曲, 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由电脑合成的语音, 这一成果由IBM公司在1961年创造, 据说当时IBM的顾问还向库布里克建议, 哈尔的中枢系统应该有一个房间那么大。 库布里克显然已经意识到电脑微信化的趋势, 但是他大概没有想到, 这种智能机器能够小到只有一个巴掌大小。 哈尔被关闭后, 鲍曼从弗洛伊德传来的视频中得知了黑石的秘密, 于是他接过了哈尔未完成的任务, 影片也随之来到了最后一个章节, 超越无限。 当迈来到月球黑石发送的坐标点, 发现这里也有这一块黑石, 它驾驶飞船进到了黑石里头, 之后便被淹没在光怪陆里的光流之中。 这段影像可能是影史上最诡异的画面之一, 其实我们只用将其看作是一段超光速影像, 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呢? 在高速航行的飞船中, 宇宙中庞大的星群最终成为了眼前的这片光流。 穿越群星之后, 鲍曼仿佛来到了时间的起点, 他看到了宇宙大爆炸, 爆炸中诞生的无数粒子, 在引力作用下凝结为星云。 引力坍缩之后, 恒星从中诞生, 接着是行星系统的诞生, 以及生命的演化。 最后, 鲍曼仿佛来到一间巴洛克风格的房间之中, 对巴洛克风格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, 巴洛克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就是通过形式来营造无穷感。 鲍曼仿佛在房间就遇到了这种诡异的状况, 这里似乎有着许多间同样的房屋。 年轻的鲍曼仿佛不断通过时空奇异点看到年迈的自己, 直到垂垂老矣的鲍曼仿佛再次看到了眼前的黑石, 在黑石的启示下, 鲍曼再次迎来了重生, 这一次他从肉体翻他的人类跃迁成了守望地球的星童, 影片至此也拉上了帷幕。 但是我们的解说还没有结束, 结尾这个星童到底象征着什么?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石碑又有何含义? 这里就要说到我们在上集中提到过的尼采, 尼采在他的著作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中创造了超人这个概念, 他认为地球上的所有物种都创造出了超越自己的东西, 而人类必然会进化到超人。 尼采对超人的形态并未做出具体的描述, 只是对他提出了道德和价值上的要求。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, 尼采的超人开始呈现出一些具体的形态, 他们可能是基因变业而产生的异能者, 也可能是和现代科技结合而产生的赛博人。 不过科幻界的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阿西莫夫在他的基地系列中, 还为我们指出了超人的另一种心态, 这就是由全体生命构成的行星级生命体盖亚, 电影《阿凡达》中的《潘多拉星球》, 也是这样一种行星级生命体的构想, 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体通过网络连接, 涌现出了新的行星级意识。 这一过程和人类通过神经元活动涌现出意识的过程, 有着异曲统工之妙。 在匈牙利哲学家奥尔纳兹洛那里, 这种行星级意识被称为全球脑, 库布里克给我们崭新的这个星童, 应该更接近第三种形态。 所谓的超人, 不是简单的对人体功能的升级, 而是一个从思维高度上和人类有着云移之别的新物种。 至于影片中最为神秘莫测的黑石, 与其说它是外星人的造物, 不如说它代表着虚无。 这个虚无不是指什么都没有, 而是指一个在向我们不断挥手, 有着无限可能性的世界。 真是这样一个虚无的世界, 催生出了宇宙万物, 它召唤着我们从古元变为人类, 又从人类踏入到超人的领域。 它是我们无法言明的东西, 它就是无限本身。 用咱们本土的语言来说就是, 道可道,非常道, 明可明,非常明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, 我们下期再见。